Hello 大家好 我是昭阳 那么在这个中国新赛季的英超 终于要重新拉开大幕了 我们的球迷是不是都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呀 虽然夏季的转会窗是还未结束 但是我们从几大豪门的演员动作上来看 也是让我们对新赛季是充满了期待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昭阳眼中的新赛季英超的几大看点 第一点我们就要说 曼城能否实现四连霸 哈安德还能再进多少个球 目前在英超的历史上 还没有球队能够实现联赛冠军的四年连霸 曼联是曾经两度实现了英超三连 1998到2001以及2006到2009 而这个也是红魔球迷最大的引以为傲的欣慰 同时啊同城对手蓝月亮在上赛季啊 是开始了他们的四月大反攻 最终啊提前三轮拿下英超冠军 并且啊最终在上赛季是夺下欧冠 走向三冠王的霸业 那么上演了蓝月亮普照欧洲的高光时刻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阿森纳切尔西利物浦都曾经夺得过英超冠军 但是啊英超三连这个美誉啊只属于曼彻斯特 那么在新赛季曼城还能否笑到最后呢 朝阳的答案是有机会非常大的机会 其实啊曾经的英格兰金童迈克尔欧文也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啊先卖个关子 那么在这个夏天啊 曼城呢是离开了马赫雷斯京都安和门迪 只引进了格瓦迪奥尔和科瓦契奇 这一对扣罗地亚双子星 那么科瓦契奇啊是一个功能与京都安类似的中场球员 并且啊也是切尔西的主力 所以我估计啊 他在瓜迪奥拉的体系下面来填补京都安的空白啊 还是有可能的 另外啊据说曼城正在与西汉姆连的巴西国脚帕奎塔 是展开接触 那么瓜迪奥拉呢看来是希望把这名左脚中场带到伊利哈德 把他的这个中场技术流啊是进行到底 而格瓦迪奥尔的加盟呢 是让我觉得在下个赛季的曼城队啊 他最大的底气是出来了 简直是足够硬和足够厚啊 曼城队的阵容啊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铜墙铁壁 下赛季啊 少年老成的格瓦迪奥尔将会是卢本迪亚兹的最佳排档 并且啊他还是一个左脚出球型的球员 我相信这一点是瓜帅最看重的一点 而斯通斯呢将会根据瓜帅的需要啊 来安心的出现在右后卫或者是后腰位之上 这里我们要说一点啊 格瓦迪奥尔加盟曼城啊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一点 那就是德语啊太难学了 这个是格瓦迪奥尔来到曼城斯的第一天 在和记者的对话里面说的话 那么挪威超人哈兰德呢 在英超的处子赛季啊 是联赛35场攻入了36个进球 打破了英超的单赛季历史进球记录 全年各项赛事啊 53场52球 将英超金须和最佳球员是收入囊中 而在新赛季啊 人们的疑问是他能否打破69大关 或者呢是撞上二年级墙 相信啊 格瓦豪强已经在这个夏天啊 是进行了一番又一番 更加彻底的研究和讨论 制定一套各自特色的坎哈战术 大家都会知道啊 限制哈兰德就是掐住了曼城的三寸 而哈兰德呢 其实也确实在上赛季 是一度曾经陷入到了低迷之中 而在新赛季啊 如果他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下 也许啊就会被对手给抓住 并且给放大 第二点啊 我们就要看阿森纳是否还会阴沟翻船 掉链子 我始终相信啊 上赛季的枪手被反超 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从萨卡的口中啊 我们得知 疲劳和伤病是最终拖垮了枪手 阿尔特达的球队啊 是在夏季演员支出最多的球队 那么跨过了两亿英镑的门槛 砸下了1.05亿啊 是从西汉联带来了德克兰赖斯 从切尔西买来了蓝军当家射手哈佛茨 那么从目前的枪手阵容来看 是充满着雄性荷尔蒙 铁血和硬汉的标记 并且啊 枪手是夏天回归训练最早的豪文球队 而看来啊 阿尔特达肯定是要在新赛季 再度要和刮老师是一较高下 白白手腕 第三看点啊 就是曼联能否崛起 上赛季联赛第三 荷兰名帅腾哈赫又给了红魔球迷 充分的期待和信念 这个夏天啊 曼联队三大演员门将奥纳纳 切尔西太子芒特 丹麦高中锋霍裕伦德 奥纳纳纳呀 曾经是腾哈赫在阿甲克斯时代的爱徒 所以说荷兰名帅是牢牢掌握着 奥纳纳的使用说明书 告别了固守门线的十二年的功勋德赫亚 那么奥纳纳的到来呢 是让曼联的进攻 有了从门线发起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从上赛季就能看出腾哈赫的思路 那就是阵型前提制造压力 而丹麦高中锋霍裕伦德在上赛季 一甲亚特兰大单赛季9球 同样年轻的年纪20岁 同样强壮的体格 1米91的身高 79公斤的体重和惊人的速度 据说百米在11秒之内 那么这个在英超赛场就是又一个哈兰德 但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从脚下的活来说的话 那么霍伊伦德要比哈兰德还细很多 但是看这几点数据呢 就让我们对下赛季的曼联是充满了期待 那么现在爆出来啊 霍伊伦德一些背部的伤病眼油啊 可能会带来影响 但是目前来看呢 这只是一个通过时间来康复的问题 而梅森芒特呢 将会随着曼联的比赛呢 是进一步的展现出 他能够给红魔球迷带来的期待 和给曼联带来的帮助 所以啊 红魔球迷啊 也许会在下赛季迎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那么第四个看点呢 我们就要说切尔西和利物浦 能否回归前四 在上个赛季啊 这两支酒队啊 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 虽然利物浦呢 是最后时刻啊 回到了英超前六 但是切尔西啊 可以说是一尘到底 那么在新赛季的英超首轮呢 这两支酒队就将相遇了 蓝军切尔西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阿根廷人毛里西奥波切迪诺 是重回英超 而这一次 他执掌的是一支真正的豪门球队 切尔西的美国老板伯利 也是买进了新科的德甲金学恩控库 从西甲的比利亚雷亚尔 引进了高中风尼古拉斯杰克逊 让蓝军的进攻啊 是实力大涨 从季前赛啊 我们就看到了 穆德里克 恩坤库 杰克逊 这个新三叉截的能力啊 可以说是相当不足 那么也相信呢 这三个人的默契配合啊 也将会给切尔西的前场 是带来质的变化 但是啊 恩坤库呢 将会因为在美国的季前赛啊 是左膝受伤 接受手术 会休战16周 那么将会给蓝军啊 是带来很大的损失 另外啊 在中场 恩佐太需要一个帮手了 他需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六号位 而这一点 其实在利物浦也是同样如此 红军啊 在本赛季的中场换血 是来的迅速猛烈和高效 迈卡利斯特索布斯莱 加上阿诺德 与切尔西一样 他们在新赛季啊 都是有发牌手 但是缺少了一个中场的拦截屏障 在蓝军啊 是一度拥有坎特 而红军呢 则拥有法比尼奥和亨德森 目前啊 这两支球队是都在争夺 南普顿的罗密欧拉梅亚 和布莱顿的凯赛多 在拉梅亚的争夺中呢 利物浦出价4500万英镑 而切尔西呢 出价4800万英镑 但是都距离南安普顿的 心理价位5000万 是差之好理 但是显然啊 蓝军的这个报价更占优势 而从战术和球队的需要来看 显然蓝军是更需要 拉梅亚和凯赛多其中的一位 当然对于红军利物浦来讲的话 如果他们肯花一个亿 拿下凯赛多 那么他们将会重新回到 英超冠军的争夺行列当中 最后啊 对于下赛季的英超 欧文是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他说呢 曼城将会夺得新赛季的英超冠军 阿斯纳位列次席 而利物浦和曼联呢 将会作为第三和第四名 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球迷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你啊 留言告诉朝阳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